科学发展到今天,世界对人类来说很多方面仍然是一个谜,我们不知道几百万年前灭绝的动物是怎样统治着地球,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奇特的事件我们没有亲眼目睹去真实的发生过,我们搜集了18张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,最令人费解的照片,有关于我们周围的世界的,也有关于我们自身的。 他们将颠覆你日常的认知,大家一起来看看吧,一在吉萨大金字塔建成后,蒙马像还在地球上存在了几个世纪,大约在三十五万年前,蒙马像最终从他们的七星地弗兰戈尔岛消失了,人类直到五百年后才出现在那里。 两句里夫人的笔记本,之间仍只有放射,玛丽菊里,被称为现代物理之母,死于再生障碍性贫穴,在发现泡河雷的实验中,它染上了这种与放射性物质污染相关的罕见疾病。 一百多年过去了,这名著名科学家的个人物品,仍然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。 它们被认为是法国的国宝,并被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签保护壳中。 三,我们的神经系统。 人体脊髓平均长44厘米,由大约1350万个神经元组成,从大脑传递到身体其他部位,并返回的所有信息都通过脊髓传播。 四人类已知的最大的花,它的名字是大王花,它看起来就像一幅画,它没有叶子,根,甚至经。 实际上,它是一种肉质寄生草本植物,可以长到直径一米。 五沸腾的河,是亚马逊的浙流,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的沸腾湖泊。 虽然这条河的长度只有6.4公里,但它的温度长年可以从45度C,达到几乎100度C。 神内天佩什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,被太阳的热量所温暖,但如此高温度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低热泉。 六,这不是血,这种被称为血瀑布的现象,位于东南极州的维多利亚。 由于水中富含铁物质,所以看起来跟血水没什么两样。 其人们在19世纪,50年代以为大脑长这样。 显然,真正的大脑不是这个样子的,把这个湖每年大约150天都是电闪雷鸣的。 这是马拉开波湖,该地区的卡塔通波闪电,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大的对流层臭壤发生器,来自安地斯山脉的风吟气雷宝。 这些沼泽地中浓郁的甲蓝上升到云层,为闪电宫殿,久这就是树根的样子。 这棵树生长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雷尔的瀑布公园,这是树木的根会延伸到地下的最好说明。 是这是一个天然气田,也是土库曼斯坦的通往地狱之门。 这个地狱般的地方之所以看起来像这个样子,是因为这里蕴藏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天然气田。 十一这就是野生香蕉的样子,你可以看到我们平时吃的香蕉中所看不到的种子。 此外,野生香蕉的香蕉皮更厚,更难剥离。 十二这个日本的温泉,被称为蝶腑的地狱。 这张照片中的温泉位于蝶腑七个地狱之一的血池地狱。 红色的部分来自于温泉底部的红土,十三泰坦巨蚀是有史以来地球上最长的蛇。 它可以长到十五米长,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蛇,蚂蛇,只能长到七米左右,重量可以超过一对。 十四这些火球从泰国的水中升起,这种现象在于一种发光的球从河的深处升起。 看起来像红色的鸡蛋,球在河上方上升10到20米然后消失。 十五深渊基督是一座沉默的青铜雕像,位于地中海,离意大利海岸不远。 它大约70年前被放置在海底,以纪念意大利首次使用水废潜水装备。 十六牛津大学比阿兹特克文明古老。 牛津大学成立于1249年,阿兹特克城市特兰生的创立年份为1325年。 如果你有其他神秘和奇特的知识,欢迎在留言区分享。 感谢阅读、转发与收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小嘉仲